船只赋予岛屿的生活流动的可能 也是岛屿连通世界的桥梁 造船业西日式霹雳邦戈岛重要工业之一 相当兴旺 养活不少岛民 但是这门工艺是个繁重的体力活 制造过程相当的辛苦 因此岛民纷纷转行 甚至离岛到城市的谋生 制作渔船和编织渔网成了西洋行业 传统手艺也仅存于长辈的手中 置地有声单元 我们一起走入这座岛屿 看看岛屿生活中 逐渐泛黄远去的一面 这边早上就从一杯咖啡开始讲故事 当你踏入咖啡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每一个中老年人也好 当地居民也好 一边吃着早餐 想用着早餐 然后一边去诉说一些故事也好 诉说一些当地的文化也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岛上的生活 必然离不开船只的运用 因此自古以来 造船业也是岛屿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它衔接了岛屿和岛屿之外的世界 也撑起了岛屿人们流动与迁徙的艰巨任务 最少六十多年七十年有了 以前的船比较小只 现在船比较大 比如来讲做干梦的 以前我们做上面是五十多册 它的框是十六册 在我外公那边写了 以前的师傅没有教你了 你自己看了自己写了 有一点经验了 自己画一个图了 这个图是我们造船都会看得到 别人不会看的 在只有十八平方公里的邦格岛 这边的造船业已经是西洋行业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 以及人才外流等等因素 早期最风光的时候 这边的造船业总共有十五家造船厂 现在只剩下七家 一艘船就像一座被赋予生命岛屿 承载生命养活生命 如同身体的延伸 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重要的一部分 船只不同的部位被赋予名称 得以名状便也被赋予重要的指责 而当每个部位被聘凑连接起来 便构成了乘风破浪的船 我们造一艘船 它这边有分了几种 好像下面的我们叫龙部 船头我们叫龙头 老板要定了要做什么用的 我们做什么用的给他 是自己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 好像我们的木这样放了 接接了拖起来才放下去 造船是一生的置业 老师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打磨造船的工艺 对船只的形态 功能 结构等细节 都难熟于心 第一个步骤是龙部 看要多长 看它的船头有多高 就做了 问题的船子 一个款式 一个款式不一样 比如在江鱼的 它的船头比较矮 在拖往的是中等比较高一点 整十多年了 多数外劳来做了 只是很早的 一个老师傅来做 年轻的没有了 最多也是十个多 超过十个这样的 过二十三十年了 有可能是外劳来做了 现在有了 比较年轻的 四五十岁的 还有两三个 我现在就在造船场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行动是要非常小心的 因为我们就是 它的这个地板下面就是水了 然后 棍部都要非常小心 可以给大家看到 现在我们就在 要走向这个 造船比较靠近海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的 基本上呢 一个不小心像这个 还是会发动的 实际上有跌下去的嘛 实际上 这没有范子嘛 好像这样的路 像旁边的随便装起 才会把人家来走 没有什么感觉了 像我们做这一行习惯了 也没有觉得很辛苦什么的 轻松当然不轻松了 好像我们要走这个路啊 什么都要小心啊 向海而生 向海而新 造船业是岛民备备延续下来的传统工艺 如今 造船工业 像泛黄远去的岛屿岁月 是曾经的岛屿生活碎片 翻滚淹没在时代的浪花里 我希望他们来到这边 不只是在享用我们当地的美食 我更希望他们走路相见 走路渔村 看他们的生活是怎样 看他们的超市 小市场 卖的是什么海鲜 或者甚至于 这些其实都是 70年所留下来的一个文化 从以前不知道几十年前 老祖宗来到这里 对吧 然后这边的建筑 建筑物很多都是 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还有保留着我们的门口那边 有一个姓氏的品号 所以从这里 你还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我们的文化在这里